大家好,我是PregVision,今天我们来回答粉丝的提问 有粉丝问如果糖酸得了痔疮,那么如果我是主导医师,如果他的痔疮切了之后,我会不会把他的痔疮吃了来获得长生不老 提问的这些朋友,一看就没有生活阅历,这么好的东西,答案要留给领导吃了 还有各位朋友,你们的格局太小了,糖酸要做痔疮,都已经瓦罪了,躺在手术台上了 那都是任我宰割了,我想吃哪块肉不行啊,非得吃他的痔疮啊 你们真的是,呵呵,太肤浅了 朋友们,赶紧点个赞,到时候糖酸肉,我分你一点